8月14日 巴黎奥运会女子个人重建金牌得主江明慧现身浙江杭州 目前 她已正式履行香港赛马会对外事务部助理经理 一起参与共创明天计划杭州学习团活动 在为期五天的研习中 八十余名香港青年学员亲身感受杭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以及最新的经济科技发展成果 通过实地走访感知内地变化 当天 学习团疫情来到杭州陈青伦体育学校 香港和内地的同学们以体育会友 大家在一起交流互动 江明慧一直从旁鼓励学生们满满的亲可力 采访中江明慧打趣地说 自己很喜欢打架 所以选择练肌腱 肌腱是一项既锻炼身体素质又锻炼心理素质的运动 自己很享受其对抗性 因为我很喜欢打架 基建是我妈妈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打架 而且我很享受打架 在很安全很公平公开的方式下 以运动的方式去挑战自己在各方面的都进步 所以也很不舍得 不过我一辈子都会打架 我觉得基建包容性很强的运动 特别不只是你身体素质要好 那个心理素质也要很好 所以我很喜欢这么多方面的让自己变得更强 关于旅新 江明慧表示自己从来没做过上班族 目前正在慢慢适应 希望自己在新工作中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想最大的挑战是很新的环境 因为我做运动员做学生做了一辈子 从来没有长大做一个正式上班的人 所以现在我要学习做一个上班的人 希望我可以尽快可以做到 比运动员可以做更大的贡献 建设更好的社会 长相甜美的江明慧 学习体育样样型 自奥运会后稀粉无数 在现场她回应自己并不是完美的女人 是粉丝对她太好了 未来她要努力学习 争取做了大家心目中的完美 我已经被妈妈骂了 好多次不要再哭 之后我又哭了 今天回去又要让她骂 我一眼都不完美 你们对我太慷慨太好了 我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多东西需要做得更好 特别是大家现在对我有高期望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更差 所以我要继续努力继续学习 希望能做到你们心目中的完美 最后江明慧认为香港和内地之间 应该增加更多的交流 大家可以通过运动互相增进了解 友谊 从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我从小我们暑假就经常来内地的体校训练 所以不过我没有来过杭州 这是第一次 所以很熟悉 见到这么多小朋友 这么努力在训练 就令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时候 所以我希望可以有多点训练营 交流营 从香港的运动员 可以来内地的运动员 也很欢迎来香港 希望可以安排到一起 就是通过运动就可以令大家更了解 更互相热爱体育 已经可以团结大家